他呀是个懒惰的人 考试前才懂得温习 而他总是装睡 其实啊通宵玩游戏 他有很严重的洁癖 每天都把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 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从来不会让我离开他们 开心的时候他会哄堂大笑 难过的时候他哭得像小孩一样 认真的时候他像个军人一样 我陪着他去看各地的风景 我看着他努力克服心里的恐惧 我和他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候 你们总把我当成家人一样的看待 让我见证你们幸福的时刻 你们脸上清晰的笑容 让我有了存在的意义 我是一副眼镜 Focus Point 陪伴你度过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十多年的声明 或许多多中美人 η 感谢观看